在下午四點鐘 威馬遜集結香港以南大約六百公里 我預見它會繼續向西北方向移動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和海南島一帶 在過去數小時 威馬遜稍為增強 繼續移向華南元安 我們預計香港天氣會進一步轉差 風力會進一步增強 按照現時的路徑 反正今晚香港需要改發更高訊號的機會是不大的 要留意的是 當威馬遜在今晚和明祖移到香港的西南方 以及靠近華南元安 特別是當雨大影響香港的時間 香港的高地和西南元安地區 可能偶爾會吹裂風 所以市民要留意最新的天氣變化 今晚和明天的天氣方面 我們從雷達都看到 我們已經開始受到威馬遜的外圍雨大影響 所以我們預計風方面會吹強風程度的東至東南風 今晚和明祖離岸和高地會間中吹裂風 天氣會是多雲和有雨 雨勢有時會頗大和有狂風雷暴 要留意海上會有湧浪 所以市民應該盡量遠離岸邊和停止水上活動 所以那幾天我們預計的天氣來說 風力會逐漸緩和 但仍然會有趙雨